大家好 歡迎來到山山來遲 我是方國山 今天很開心我身邊有兩位朋友 繼續延續我們的樓宇維修篇 首先我左邊大家都很熟悉 Jacky 蒲偉明建築師 大家好 謝謝Jacky 另外也很高興邀請到 專業動力的副主席 就是我們的胡子祥測量師和工程師 他本身也是專業調解的專家 希望今集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幫到我們的網友和香港市民 整體如何在樓宇維修方面 給予多點意見 不如怎樣開始呢 其實很簡單 問一個所有街坊市民 就是問我一個問題 阿胡先生 樓上漏水 我有甚麼辦法呢 是 Rain文 樓上漏水當然就是很難處理的問題 難道真的我樓上穿燈放些水下來去招人嗎 人家都不想的 問題就是當事情出現的時候 究竟用甚麼方法才有效 不要傷大家的和氣 但事實上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是呀 有時候如果一些流水硬見的 例如爆水喉 立即見到 我肯定大家很合作 是呀是 即使大家看到的東西 是呀為甚麼呢 大家減低損失 樓上個個都不想 因為你流水 因為令到你 那些東西困難了 那你要賠 沒錯 如果真的見到很快 大家有共同目標 盡快搞定它 但最糟糕呢 有一些流水又不能夠即場發現 其實一流水 樓上那個通常都會合作 但問題是 如果找不到我 咦 我都愛莫能助 很多時候居民會想 是不是我的 甚至問題是由於我自己的單位顯身 是呀 但通常這些 其實胡工程師 某個程度上 他真是本身的用家 或者業主 是未必知道的 那你通常 你面對第一件事 他肯不肯去處理 其實都是困難 就困難在這裏 雖然房子很小 是這麼多 那流水的位置 譬如你說廁所 那樓下很多水 即這樣 大家都會想到 那下當然是廁所 那廁所大家都想到 廁所不會十分太大 我們普通的家庭 都是幾十尺 但是這幾十尺的廁所位置 那我們就想想 那水源在哪裏 是啊 我們想想 那條水路怎麼流下來 我們第一集分析過的了 我們有渠 消防水 食水 沖廁水 冷氣機水 原來很多水 很多水 在廁所為例 大家都不要忘記 還有渡汗水 原來 是啊 還有渡汗水 渡汗水 都不是的 很多 是啊 房間的人都說 如果有一個熱水爐 熱水爐 因為冷熱水 出事的都是熱水的喉 有一些儲水式的熱水爐 它有一個減壓制 減壓制 有一條喉 是用來放氣 放水走的 我見過一個個案 竟然間是那個位置出事 問回那個 大家當然很難找得到 大家找食水 找去水 沒想到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但這件事 當找到一些眉目的時候 再問回那個供應商 供應商來檢查 真的有問題 那衍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喉 全部都藏在牆裏面 那這個就是問題 我們很困難去解釋給別人聽 是不是這條樓 是不是那條樓 那條樓 看看滲漏 我們也是要看看 那些徵兆是什麼 譬如說廁所 流下來的水有沒有臭味 很乾淨 或者那塊水積 有沒有帶黑色一塊塊 其實這些都是有一些資訊 告訴我們 這是線索來的 這是線索來的 我們要根據線索去看看 另外其實 我們試過一件事 你又有一些 電錶箱滲水 那是什麼水呢 電錶箱滲水 很多時候都跟你的燈喉有關 是 會不會是 因為燈喉 近年我們的樓宇結構 他們在建屋的時候 都預先下了燈喉 是 以往是用那些 原水喉 但原水喉 它也是薄 沒有原水喉 沒有無縫 到處走 它會在床 還是結構裏面 落石屎的時候 包含不住他們 就是穿線 在穿線的過程 它又會考慮到經濟效益 可能一條喉 它就會跟樓上樓下共用 是 變成如果有一個地方 它真的漏水進來 真的可以進入電燈喉 電燈喉就好像一個管道 周圍派水 那你那個 葡飾師 你那個 很驚恐的 它天天在我的電錶箱 不停流水出來 有機會 就知道有人撕毀了 很害怕 另外有一件事不可不提 就是很可能 我們在裝修的時候 我們法例上 都沒有要求 我們假設裝修 是要入職的 這是豁免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牆 拆掉它 重新安置一些 輕質量的間牆 如果真的那棵牆 裝修有這麼多電燈喉 我就拆掉它 那就是要鋸 那你怎麼鋸 沒有理由整個抽屜拿出來 那它看到什麼 就鋸了什麼 那剩下一個個喉的洞 即是舊的喉 是的 在地下 最普通的做法就是 我們要填了它 算數 如果不幸 這一堆這樣的喉 放在廁所 或者它喜歡這個地方 做大些廁所 或者露天 露天的機會都未必這麼大 但是去了廁所的機會大 我喜歡廁所大一點 我就把原有的牆 拆掉它 就擴大一點 那那個牆 原本的位置 連很多的喉的位置 就無端端進去廁所 你進去的時候 它下了那些燈喉 跟著燈喉到處走 那些水落到燈喉的後遺症 就大落 那便 生壽 生壽小事 跟著到處走 我電鞋鞋 經常有黃色水出來 就是生壽 走到我命都沒有 就是生壽 我們在看一個滲流事件 很頭痛的 見到這些燈喉漏水 那你要跟 要去追 究竟以前它有沒有 有一些燈喉的燈喉 是做過在外場外面的 A&A Works 有機會的 有機會它在外面 尤其是以前 整龍屋 是吧 是狠了出去 甚至夾著眼燈 是 這些東西有機會的 後期它再修緝 將歌儀那件 簽建物清除了之後 如果做不回好 這個防漏 這些水便有機會造成了 我很同意 我很同意Raymond的說法 很多滲水的問題 其中有機會是由燈喉引導過來 亦都現在 因為近年 都多一些 譬如說我們那些互聯網 那些網絡 那些拉線 或者電話線都是 是 因為它的後管 就是由露天帶進來 如果你說 或者甚至天線 是 A antenna 即是天台上面 你全部是走在屋上的 它帶著燈喉 那怎知它上面做的保留 做得不好 那便引水進來 是 一路 所以難怪有時候 電錶房又有 Socket電製位 又有 會有水錶出來 其實這個也是 冷氣機也是 是的 冷氣機那條 我們俗稱是豬腸喉 其實是一個保溫的 TBC膠喉 豬腸喉 也是 它那個很容易老化 很老化之後 它就會騰出空位 你下雨它進來 它會沿著這條喉 會入屋 當然有些冷氣師傅 他很聰明的 將它做回 在外面那些 做斜距的水 不會向高流 但是始終是有一個隱憂 是的 也很視乎工作人員 反而 剛才Raymond 你講了這個問題 冷氣 就說雪腫喉 但其實排水也是問題 沒錯 排水才行 我常常很怕 我們香港人 越來越追求 留意設計 是美輪美換 再要Cyber 或者再怎樣前衛 但有時 就將喉管 經常藏入去牆身 但我自己做了這麼久 越來越想覺得 逢親是水喉 以至一些排水的管道 我覺得盡量行命喉 在維修角度更好 你怎樣看這個問題 我想跟葡式施 這方面更加專長 我相信屋宇處已經有指引 現在有進步了 因為現在在屋宇處的指引 如果你有那些批德 可以有一個地方 可以有一個公共的槽位 給你那些水喉可以過 如果在10年前沒有 那就慘了 因為你自己做這個槽位 就要計算建築面積 那就不合理了 所以要麼你藏在喉 要麼你藏在牆身裡 要麼就露出牆身 現在其實經過這幾年的演變 其實應該改變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葡式施 你剛才提到這個問題 即是現在在建築物條例 有這樣的指引 我剛才前兩天 我在水務處的水資會開會 處長他們都給了一個鏗槍集 的舊版本給我們看 是2009年拍的 但這集我自己看完都感觸良多 都真是想和你們反映 就在樓宇維修 不是樓宇維修 樓宇維修 樓宇設計那裡 因為很多原來我們水標 那些抄水標的水務處的同事 原來他們真是翻山間水去抄水標 很艱難的 所以我說不對路 如果剛才你說一些公共地區 你放一些批德下去 其實批德你到最後 其實水標是關注的一點 我就說覺得其實在樓宇設計那裡 其實建築師在最早期的時候 為了令到物業能夠可以持續發展 以及它的經濟發展是持續地去處理 因為你無論在商業、住宅 其實你都是一個可持續性的發展 並不可以說我今天建好就算數 但不理日後樓宇的建築物保養維修 其實將來增值與否都是很視乎居民 以及將來怎樣去使用 所以我覺得批德以至標位的設計 都應該要方便日後的使用者 應該 所以這些其實應該在入職的時候 政府有一個指引我們可以做 好像現在那些電錶 或者是那些電話都有一些制防 我們應該有一個水標防 即是可以到達 其實有些很離譜的 只要爬入天井 其實這些已經是五人道 因為現在在做樓宇維修 其實正在改這些東西 那就很難改 我自己爬了幾尺才找到水標 很有趣 每一座大廈的水務設施 其實不是居民喜歡擺在哪兒擺在那兒 而都是水務局廚長 他和自己最不同擺放 即是你入職的時候 都應該擺在這個位置 但問題在那一層樓好像很多年了 那些居民用戶就很有趣 不方便便幫忙移開另一道 自己改自己動手 不會的 每一層樓都有一個電錶房 為何沒有一個水錶房 絕對做得到 亦都可以在設計上 方便在抄錶位 其實可以在後行 即是馬路邊的後行 變成抄錶員 亦都能夠合理地去看到 看到都對居民好的 為何呢 你沒有給貴水費 公道自在 真是不可憐的 暗無天的地方 隨時沙井位 水井位 亦都會水浸 可能有一些 樓上的高空雜物 又髒又垃圾 我覺得不合理 除了水務處都希望改善 都要有賴於我們 我們專業的業界 每人都大家 在樓宇設計那裏多一下功夫 大家多走一步 想足些 設計是需要的 或者運用一些新的科技 為何仍然如此落後 仍然運用去 這個Raymond 我都想和你分享 就是那個抄錶那裏 其實一年一季抄一次 但是有些地方是可以 我都跟處方說 為何不可以用電子儀器去抄 改變那些 比較基本的 毒素水錶那種形式 他們說成本的問題 因為水務處都是我們政府的公帑 但是如果 一個大量的改變 我相信接下來的科技 走得這麼快 都可以好像 現在好像中電 或者港燈 他們都在用一些智能電錶 電就容易一些 因為電可以令到那個電錶可以運作 就不用額外 因為水是不同的 沒有那個功能 但我相信接下來 我很同意你的說法 有先見之明 說回調解那個方案 如果滲水 你就說 如果樓上業主 都肯考慮的 就方便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也都不知道 會發生 但真的要靠你們 專業的角度 去給予意見 怎樣游說到 我知道有一個個案很厲害 在美副 就有個個案 就是樓上樓下滲水 超過差不多七八年 那個案怎樣去令到那個事主 能夠可以接受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那個信念的問題 究竟我們遇到滲流這個問題 苦心自民 樓上樓下 是不是真的處心積累 專門造成樓水 令到這樣呢 我相信不是 既然一個問題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不應該以敵人的角度去看 應該以大家去處理這個問題 或是夥伴關係去看 如果大家用了一個夥伴關係去看 而不是說 這個是你 這個是我的國家 至少沒絕絕 這樣的概念去看 我覺得大家來得自然 來得舒服 現在聽就聽得舒服 這樣說 明白 對吧 認真的 首先就是自己放下 自己那個 保護膜 保護肯定 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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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那件事可解決 你不關我事 那個不是 一個咒語 不是過了之後 它就好 反而你說不關他事 這是 吹聲到大家更加對抗 是將這件事件更加尖銳化 我經常都有句口頭善的 我說心歡怒自然寬 永遠都是如果我覺得調氣順 甚麼都可以 即是說句話 人有時為一口氣 是呀 舉一下 我們見到一些人在鵝頸橋打小忍 真的打得到 你見人打小忍 你真的調氣全都打完之後就全都打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我沒有試過 但我覺得如果一個人處理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去到牛角尖 去到很偏激 不是你對就是我錯的 很難解決問題 大家都要放下一點點的負擔 這是一個負擔 我們應該實事求是 將解決問題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夥伴 其實沒什麼重要得過是大家溝通的 那些資料的東西來的嘛 資料性的東西 你告訴別人聽 我家裏是有甚麼裝置有甚麼東西 真是你知的 別人很難猜的 你告訴別人聽 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別人會幫到你 大家互相幫到手 舉個例子 剛才你所說的那個是美夫的個案 其實身為調解員 我們就很難將一個實際個案披露在外面的 一個比較特別的手法 其實就是說 我們都是要將大家的心情平和回去 是不是 心寬露自然闊 我們創造一個溝通的環境 令到雙方有溝通的氣氛和平 我們當然在調解過程裏面 就會有一些類似規矩的東西 我們可以盡量表達自己 我們希望可以唱所欲言 同樣道理 我們都給予機會別人唱所欲言 我們要聆聽 這個很重要的 大家爭取就是你一言我一嘴 大家說不到核心 既然去到調解會 所以我們會盡量創造一些空間 讓他們能夠唱所欲言 當然有時候對那件事反應過敏 人身攻擊 演魚暴力 吵口來吵架 這些我們是禁止的 當然是否他們說出來 就等於不玩了不做了就走 不是 我們會盡量協助 去調停他們 令到他們大家可以醫治規規矩去做 這個我們要做調解會員有耐性的 我們不能夠一束即就 兩個已經爭取到面紅面綠的時候 難道有我們在這裏 我們不是冰涼的水 是浸著他們可以冰涼 但是我們有一把嘴 我們可以營造的氣氛 營造的氣氛可以接受 大家平和 另外一件事我們一定要懂得 去營造一個良好的溝通的機制 甚麼良好的溝通機制 大家談的一件事不要拖到很遠 我們很流行的 談一談一談的時候 即是帶些油花園 油花園 又給他頒回來的主題 所以我們調解會員 是很精通於製造一個 商討的議題 在會議上我聽完 這位先生他所講的說話 當然是他有他講他的事的處 這位先生又講對方不是意之處 也講他對的地方 在他們兩個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撥火 反而我們要將他們對方 不適合聽的說話 很刺耳的說話 我們用一些比較中性的說話 代替他 主要的目標就是 令到雙方都明白大家說甚麼 我不是要他令到他們 更加果上加油 當我們了解到雙方 那個問題所在的時候 我們就會告訴他們 你們是否想爭拗這件事 你們是否想爭拗那件事 通常流水就是說 你們是否想爭拗 是不是樓上流水 我樓下很慘 當然是說自己不是我自己滲 樓下就說是你滲 沒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很可能我們又會接觸到 那將來賠 怎樣賠 責任是誰 責任是誰 賠多少錢 這些大家興趣要談的問題 我知道了之後 不要懶惰了 零零臨臨我們在後面 事先準備一塊白紙也好 微博也好 把那些東西寫出來 大家看到的 他們寫了一些議題 我們為了公平起見 為了他們參與起見 我們會邀請他們 你認為這些議題 是否適合你們說 說誰先 大家商討完之後 決定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議題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會跟著這個議題 這條這樣的路軌 就開始逐項去談 嗯 逐項去談是非常有效的 起碼我們不會拖泥帶水 講一下這個 講歌樣 講這個 我們集中火力 逐個問題去解決 問題可能很大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分開不同的話題 不同的議程 我們是逐個擊破 當我們去到一些 可能我們處理一些 比較簡單一點的問題 容易埋棄 變成讓他們兩個都覺得 互相都有一個解決的熱情 有誠意在 我們是做就環境的 我們做就環境 所有調解員都不會說 我和你判斷對錯的 不會給你一個意見 怎樣去解決問題 我們只不過是創造一個條件 使大家可以平心 可以靜心 可以保持自己 絕對不會再有任何抵抗 敵意的心 去聆聽對方 這就是我們要做好的功夫 令到大家都在一個適當的環境 各走一步 我想這樣做 你好不好 這個方案這樣 大家解決了 譬如 漏水為例 如果我們發覺 他只不過是固執於一兩個原則 我們就是要 大家很理性地討論 這個原則 如果真的堅持到底 後果是誰負責 其實我們都需要有一些提醒 譬如我們提醒一下它的風險 你一定要堅持幾件 將來的風險又很大 最簡單 你又不弄 他又不弄 就只剩一條鐵生 一整塊地板就倒閉 一鑊熟 是的 成動大廈結構的問題 這個風險很高 令到大家都 耳朵都動氣 不過聽起來 Raymond真的很坦白地說 聽完自己也舒服一點 聽到作為一個調解員 EQ也要很高 臨場應變的處理危機 以及怎樣去分析 我覺得當你作為一個調解員 你的誠意很重要 能夠取信於人是很重要的 取信於人以調解員來說 能夠做好這份工作 是幾個板斧的 第一你真是很努力去聆聽 被人感覺你是在幫他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你一定要處事公平 不偏不倚 其實這些事情都不是難做的 你只要是堅守保密的原則 別人跟你說什麼 你不可以周圍唱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拿一個普通 普通的個案去談 不是特別的 不能夠的 只可以是一個調解員的操守 我自己認為三個比較重要 第一真的要有保密這個意識 第二就是不能夠去調解一些 不應該調解個案 例如刑事案 不可以的 是 有些法庭有些附件案是不能做的 另外就是 最重要是不會有利益衝突 當然了 你找人相信 如果有利益衝突 即公平公正的 自己公平去處理 為甚麼做 兒子會這麼辛苦呢 他在媽媽和太太身邊這麼辛苦呢 手掌又肉 手眼又肉 對 媽媽跟你親一點 媽媽就說娶了老婆 老婆親一點 這是很難做的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衝突 其實又未必是解決不來的 這些要平日做好 這些要究竟訓練 和你的底好 和你的底有關 兩邊你都要倒的 你的經驗之淡 不過剛才Raymond你提及 即是怎樣去做好調解工作 我自己都有一個體會 就是譬如要經常 好像Jacky這樣說 都要在一些重要時刻 要提一下風險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 昨天也有一個接近的個案 就是很多時大廈留意維修 或者一些公共的地方 有些居民 會很多時質疑 在物業管理處理的方案 或者他們不覺得你們公平公正招標 可能會延遲了一些付款 但是你知道 根據打工契三四四章 任何人不跟付款方法 他們可以釘你契 我有一個 有很多時 有些處理的問題 居民會很多時在這些地方爭拗 少的款項就少額前債 然後可能到土審 甚至去到地區法院 我也覺得 如果大家捲入了一個司法法律程序 你會浪費很多時間 有些個案可能延遍了四至五年 但是反而令到自己的精神壓力都很大 並不能安居樂業 所以Raymond 我很贊成 你在主業動力製造了一個承治決 就是Raymond 胡子祥先生設計 裡面有一個承治決 就是講調解的好處 不如你表達一下 這是你專家的說法 其實這些不要說是新的知識 其實這些知識都是從事我們調解這方面的同仁 大家都是有一些這樣的見解 那我就貪得意 我希望有一些表達的方式 所以用一個承治去表達這個意思 承的意思 其實我們中文很有趣的 又承恩又承果又承就 很多承的 因為這樣我就覺得 咦 將它編排一下 很可能大家會有興趣多些 所以你看到我 我寫下去 裏面有一些意念的東西 譬如承恩 解決問題是很多方法 而解決 而調解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是會成為建立和系社會的承恩 其實這一方面我有些感觸 其實為何調解會成為和系社會的承恩 究竟是當有了糾紛之後 我用調解去令到它解決問題 這個才是和系嗎 只是說根本連糾紛都不隨緣再 才是和系呢 就是這一點 我便有些少少對我們的調解制度 即是有些要求 我們現在那個調解的方向 都是在一個當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我們便可以給它一個方法 一個調解 為何我們不可以在糾紛出現之前 我們先解決了糾紛 是不是不行呢 舉個例子 我們建築地盤 我們以往一直都會說 建築工程很多意外發生 難道真的見到有意外 我們才找人去檢討一下為甚麼 現在我們香港開始進步了 我們會有一個制度 例如安全主任這個制度 它可以看完整個建築地盤的安全的話題 不只是看 它有些推廣活動 會組織一些訓練 做一些工作 經常提醒工友的安全 其實我們是否調解都要走前一步 可以借安全主任這個制度為鏡 可以用一些比較主動的態度去處理 為甚麼我們物館的人事主任 要去處理兩方面糾紛的事 例如他近期有一個過碗說門口燒香 做醫療人 被人告了幾萬元 是否我們做物館的時候 都見到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主動先談 好過他們兩個就物合緊固 一個想要怎樣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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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好的個案的例子 是嗎 我覺得其實我們有一個方向 所以我都提出 就是調解我們可以在這一方面 可以加強我們怎樣對待調解這個模式 既然我覺得調解是好 是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多行一步提一些更加好的方法 我們防範於未然 好過我們說調解制度 就會成為和諧社會的成因 這個我是這麼做的 明白 其實當然不單止說之前說是燒香的個案 好像在我們建築界那樣 早前我們試過有一個鐵龍 雜鐵工人就夾死了 其實我們早前也幫商亡權益組 工業商亡權益組 他們都有跟進 早前也在我們區埋期 我們看到如果及早些在這方面 例如可能工友和業界的老闆 或者在這方面 早些在一些教育方面 或者在一些工作上的分歧 做好一些調解工作 都可能減少很多工業意外 那個個案比較複雜 因為負責跨境那件事 按照我理解的鐵龍 是在國內摘回來的 變成要在現場有人監工 是呀 所以安全主任係數又要提升 不單止做現場 這就是三個問題 在國內生產 中間過程運輸 然後在現場再重新再裝備 所以三個不同程序都要做完 即是預製件來的 這件事 不過就是問題有問題的預製件 大家有責任 可能在運輸過程更鬆 對 問題在運輸過程中 誰又要去確認安全性 又有一個問題 不過我覺得 蒲職師 我相信從這個個案看 如果真是預製組件 類似這樣的形式的鐵龍 應該真是那個安全主任 那個責任就比他多些 廣些 譬如由製造過開始出品 生產、自製到運輸 去到現場 都是同一個安全主任去處理 你讓別人失去多些東西就可以了 亦都可以保障到工人的權益 安全主任當然要去職責要做 一件意外出意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考慮到 是不是設計上有漏洞 生產隊伍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錯誤 而導致 安全主任 確是要時時刻刻在安全方面提醒 他可以制定一些計劃 希望大家可以去實行 令到他這個安全大計 是可以實行得到 當然這個是比較複雜的生產過程 牽涉到一些 埔職師說是境外的東西 其實境外、境內都是有這個問題 只要監管得好 我們有一個很良好的計劃 是怎樣去配合施工 才可以達到一個安全 所以我們現在要面對它 越來越複雜 是呀 所以調解也是其中一個幫助 剛才Raymond 調解這個承戰決裏面 承恩你已經說了 如何去成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另外第二段就叫做成立 剛剛說了 我們其實要屏氣前沿 成立一個核心價值 我相信在我們建築工程 以至一些大廈留意維修的時候 或者爭爭的時候 大家都要找到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 其實核心價值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屏氣了我們對敵的意念和方針 反而是大家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伙伴 這是核心價值的解決問題 當然希望按據落葉 整棟大廈結構出問題也是出事 接著就是成交 成交就是要建立雙贏互信 成為成交的基礎 這個更加是我們調解 我們不講以往的 我們講將來的怎樣解決問題 我們想有雙贏 其實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如果我們永遠都是 最初是你坐 不是怎樣怎樣 這個解決不了以後的問題 不如我們大家坐下 商量一下怎樣把以前的東西 是否會有雙贏 當然在調解協議上是一籃子的 可以處理更多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要放眼將來 我們要放眼將來 最好是吸引大家要談的 就是雙贏了 如果我談完之後 我輸你贏 我又真的不是很想談的 我們要談一些解決方案 大家要贏 其實說贏和輸 都是比較有趣的問題 拳擊 打一槌 我打一槌 看誰要躺下 或是點數 是慘性的 可能贏的那個 他留披面 眼都腫了 直接好像高鐵一樣 每個人都傷了 所以我們看一個勝 一個贏 其實不能夠是看這麼簡單 是不是 如果我們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其實贏了 不要忘記一個問題在你面前 每天都睡不安 坐不下 有東西壓住自己 好像永遠拖累了一個負擔 如果解決了問題 真的贏了 你把你的負擔賣低了 另外樓上樓下 搭升降機的時候 還可以聲聲嗨 絕對是好事 正所謂遠親都不如近倫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加強這個概念 所以胡工程師就說 成交真的要建立互信和有雙贏 成為成交的基礎 另外你接下來的這個承治缺 就是有成員 成員就是比司法程序所涉及的人員少得多 還有我要讀連續幾個 就是成事和成效 成事就要比司法程序快得多 即是比起人手又少 時間又快了 成果一兩天就搞定 我自己也參與過一些調解的工作 我覺得不是參與 即是我們在職奸 也不是調解員 不過我看到其實很多時候 當事主或者當事人 涉及一些訴訟 其實真的很大壓力 如果能夠將這件事盡快去解決 真是我想有時有錢都賣 是一個釋放來的 是一個釋放來的 我都很容易嚇 所以真的我一直都是說 很多時候律師就可能 虛擬你多打官司贏硬 很少說 我有很多朋友 他的律師 其實他們都很支持調解的 說真的 糾紛多的是 是不是 你是身為律師 未必一定接到那件糾紛的案子 但是以整體社會的氣氛 司法界的效率 很多律師 他都很承認 亦都很支持 調解這個方向 並不是說所有的糾紛 都可以調解得到 有些糾紛真的調解不到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正說 待會你所讀下去 他的成效可能只有八成 有些是不行的 還有亦都有很多個案 牽涉到刑事不能做 又或者有些個案 法庭已經指定了那些 不能做調解 一般來說 最主要是我們專注於 民事訴訟 商業糾紛 但是樓宇維修 或者這些 這些是熱門的事 特別是香港 現在這麼多的潛建 劏房亦都很大機會 引致到其中一個原因 可以滲水 或者可能樓上樓下結構 出現問題的一個元空 屋宇署他都是注意到的 如果大家有看 屋宇署出版的樓宇維修傳書 他曾經在編覆都說 劏房確是導致有滲漏的情況出現 其實很明顯的 你做劏房 劏房 除非你不加建廁所 你加建廁所 很可能要處理喉館 喉館 喉館 你要建築一些比較厚的地台 遮蓋了它 變成喉館那方面 可能加重了它的負擔 最出設計 不是讓你有這麼多喉館 亦都是加重了地台的負擔 最糟的就是 本來那個地方 不是讓你用來處理 有水出現的地方 現在變成了要處理 究竟你處理的時間 你改建的時間 有沒有做好你的防水 有很大的疑問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大廈工契 可能也要講回 比較早的時候 就是建築的時候 很多我們前期以前 那些舊的建築 好像就講美孚為例 其實外場基本上 都不可以裝分體冷氣機 那為什麼的原因 可能盆植斯你更熟 因為其實根本就不想 你召喚那麼多喉館 就是召喚那麼多喉館 召喚那麼多喉館 你就甚至有機會更大 所以但這件事 普遍來說 在我們香港那個 就是處理大廈工契 外場的保養方面 就不是那麼積極 在這方面做得到 可能是執行的方法 今年比較好 因為我們開始有小型工程 所以現在裝一部冷氣機 理論上大步一點 都要找個工程師 和職師要簽 這樣就認真很多了 是的 不過剛剛起步 我們相信 我們立例的小型 承建商牌照 有三個牌照 但他們剛剛起步 就希望快點取消 似乎有些例都未清晰 是的 因為最近我們現在牽涉 搞招牌 其實搞招牌都很複雜 現在全香港 只有十個有牌的 招牌的小型工程商 所以其實這裡 我剛好有幸 可能會做一宗 所以我覺得 因為都很複雜 但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你外場的損傷更加慘 是的 其實這個 那個力學 在外場的負擔 都要計得很清楚 否則 其實對整個大廈都有影響 其實是有監管的 在歐益處 確實是有監管的招牌 它那個是赤馬 大於多少 大於多少 多高 其實有的 問題就在於 就是 那個 裝樓去那個 那個 那個業主 他要守法才行 還有成建商的施工 是跟蹤我們 建築師 你看到的 因為現在整條 大部分都留在三四十年 那你怎麼可以 承承手這麼大 對 很多事不可以至上談兵 是的 所以如果有更好的監管 再加上我們 在我們發生了事 或者未發生事前 有調解的功能 那真的可以加快改善方法 另外成效就一兩天 然後後面還有成功和成本 成功 胡工程師就說 成功率是高達八成 是的 成本比司法程序低很多 而且是避免風險 人員少就自然會低 是的 你只少是兩個律師 那也是 而且我想那個程序 你不會那麼容易 就是說 三角六面見到當事人 這個又是第一 第二就是 經過那些法律程序 我相信交換文件 證人口供 很多那些過程 這些已經是 我們簡稱為未見官 才打三十版 是的 大家都嚇到疾了 未見官就十幾版 十幾萬 大家都可能 究竟是有理說不清 還是無理無得說 因為你全部都要花錢 所以在成本上 在調解的角度 真是快很多 不單止是這樣 調解有個好處 就是 真是 自己決定 怎樣解決問題 是的 就不是說由第三者 或者是裁判官 跟你說 你這樣解決吧 他教你 或者他 告訴你 他就是要你這樣 判你這樣做 其實這個 在用調解的方法去做 自己是會有一個非常強的利益 自己解決問題 聽下去 聽下去也有道理 網友身邊可能很多 我們的專業動力 在維修流域更生 很多這些專業流水的問題 都給予很多專業意見 如果你們面對 聽下去也會覺得 是否一定要跟樓上流壓死過呢 可能是否退一步海闊天空 當然 也有調解員哥的角色去扮演 能夠事半功佩 然後Raymond 你下來之後 誠字決就是有誠果 誠果就是 正如剛才你說的 不需要靠別人去裁決 或者找律師 自己能說到事 是的 然後承傳 承傳最後成就 承傳就是保持雙方的關係 承傳大局 是 這個很厲害 正怪你所說 按部升降機 都可以四聲哈佬先 即是你調解 既然大家都同意 有一個解決方案 就應該將大家的解題都放下 既然大家都成為了 一個解決問題的夥伴 很應該就是將這個成就 是立為一個榜樣 讓街坊知道 原來我們那個糾紛 是可以這麼容易解決的 是不會令到大家 這麼奴民相財 真的不見錢的 是 勞氣的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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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至於談談 也是一個方向 一定要有一個第三者 不偏不倚中難 你是信得他過的 這個人他就可以幫到你 而這個人就是我們 扮演的調解員角色 政府又或者是律政署 很推崇的一個方式 就是調解方式 用調解員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要考慮一個事實 當我們有糾紛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貿貿然 就找一個調解員 你是調解員 你來的 不是這樣的 我們會有很大的考慮 是吧 我怎知道找一個調解員 是幫你 又幫他 又不知調解員是否認識的 又不知調解員是怎樣 我們很多很多未知知數 其實當我們委任一個調解員 很奇怪 A我是委任這個 B我是委任那個 那用誰呢 如果A說我用這個 那B就會說 你跟他是不是有關係 你怎麼這麼喜歡他 你那個我不要 其實裏頭有這麼多差距 其實是否制出了問題 是否我們對調解員的資歷 或者他們能夠幫我們的能力 有懷疑 我們看回現在的調解員怎麼來 調解員沒有甚麼特別的 你喜歡做 那你等42個小時的訓練 去參加某某課程 跟著去參加一個叫做 無疑的考核 無疑的考核 一考核到 那你就是了 但是當你擺出來 被別人選 被別人用的時候 別人就不會 只是這麼簡單 看你是否是調解員 他就看下你的背景 是否適合自己這個爭拗 舉例很簡單 雙方面我 adalah相信神 ador 他說 是牧師 那是好一點 但是他不是基督教的天主教 只是神父好一點 即便明白 我也想問大家 當一九分的雙方面其實是有選擇 因選調解員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 其實今天我們講的就是一集講不完 這個調解的方案 不過最後Raymond送給大家 就是盛治決裏面調解的方案 最後就是成就 就是妥善地解決糾紛 希望今集我們就著滲水問題 帶出了我們用香港司法制度 就是推崇調解去幫助我們居民手 以及無論在大廈樓宇維修 或者滲水或者其他糾紛裏面 可以大家達致到雙贏 希望今集我很多謝兩位支持 我們亦都跟我們的網友分享 下一集我們繼續延續這個調解的處理方案 好嗎 多謝Raymond 謝謝 你好 謝謝Jacky 謝謝Jack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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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